推广在地优质稻米五七驱农会这天举办五七响米祭活动 除了贩售各式米糕米粉等特色米食之外 现场还规划闯关游戏还有青农展售 吸引不少民众前来共襄盛举 气氛相当热闹 社府也希望透过活动举行 让更多人认识在地丰富的米食文化 各界嘉宾一起启动仪式 前方的电锅也跟着冒出滚滚白烟 象征五七小米祭正式开始 为了推广在地优质稻米 五七驱农会这天举办一系列推广活动 希望让大人小孩都认识 再替传统米食文化 好玩 要用球把米虫抓出来 可以让小朋友知道 就是那个食农的文化 对 让我们知道说从米到食物 然后农田到餐桌的一个那个变化 觉得很有趣很好玩 对 因为他的活动有很多 然后还有在卖米食的东西 对很丰富 社区妈妈带来精彩的舞蹈演出 炒热会场气氛 而现场除了贩售各式米糕米粉 等特色米食之外 还规划各种米食闯关游戏 以及农会辅导的家政班 和青年农民一起摆摊 各式各样农产品齐聚一堂 展现台湾农业丰富的多样性 有趣的亲子闯关活动 让孩子们玩乐中 学习米食及农业的知识 见习小龙买菜去的活动 更是瞬间爆满 我们希望透过这些活动 让师代从小认识三张一Q的标章 及农业的重要性 除此之外 农会这天也响应公益 连续多年都送出多包白米 给华山基金会 让独居长者也能享用到优质毫米 师傅也希望透过活动举行 让更多人了解农业的辛劳与美好 鼓励年轻人返乡投入农业 共创台湾农业的美好未来 记者陈伯瀚台中采访播导